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谈ESG净零碳排 但是航空业可是最难脱碳的产业之一 欧盟批准了新计划 在所有地区内的机场再过两年 都要使用永续航空燃料的比例 必须达到2% 而且这比例还要逐年增加 直到2050年要达到70% 而现在疫情过后 全球的旅游可以说是大爆发 但是班机的延误取消行李遗失评传 美国航空去年的客宿量创下新高 比疫情前大增了5倍以上 而在生活成本上涨 还为薪水跟福利争口气下 加拿大各大航空公司的空服员 周二发起罢工 要让工作时间跟薪水划上等号 既公务员大罢工后 加拿大各大航空公司的空服员 在周二发起抗议 500名劳工聚集在蒙特罗机场 诉求工作多少付多少薪水 因为只要飞机降落了 就不算在公室内 包含所有起飞前的准备安全检查 协助乘客登机都是免费劳力 十多空服员已经在产业待了几十年 也热爱自己的工作 但低薪水加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让他们决定站出来 也有越来越多人必须兼差两份工作 才能维持生计 专家认为加拿大航空业公时计算的方式 必须效仿美国才能解决问题 薪水追不上物价上涨 疫情后航空业人力短缺和暴增的旅游需求 也频频出现搬机延迟取消 以及行李遗失等问题 种种原因让美国航空去年的客宿量创新高 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 更是2019年大流行前的将近五倍 专家建议可以买早上时段的航班 比较不容易被取消 另外也要在出游前下载航空公司的应用程式 不过空中传出的惊魂也不少 一架美国航空的波音737客机 在从俄亥俄州哥伦布港国际机场起飞不久 就撞伤一只鸟 导致一枚引擎起火故障 所幸没有人受伤 机组人员大约在20分钟内就冷静地让飞机安全着陆 不过鸟类对飞航安全的风险却是越来越大 在去年达到破纪录的1.7万次 而且呈上升趋势 另外科技进步 噪音减少的飞机也更容易和鸟发生碰撞 不过飞岸专家认为乘客不需要恐慌 机组人员都为此做过无数的演练 至于机场能够做的事 在起降时鸣笛驱离鸟类 重新安置它们 以及在远离湿地的地方修建跑道 才能与鸟类共享天空 飞航大乱 不过对在意探足机的旅客来说 好消息是欧洲议会已通过一项新协议 欧盟地区机场在2025年 必须使用2%的永续航空燃料 2030年提升到6% 而到了2050年则必须占至少7成 所谓永续航空燃料包含已食用油 橙汁垃圾废弃和农林业垃圾等制成的燃料 目前产量不多而且也相当昂贵 不过新发预计能提升需求和供应 推动航空业加速减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重